在这个奇景则是出现在宜兰五节乡 突然有好多群的麻雀都井然有序的站在电线上 当地居民就说了 之前在寒冷冬天里都没有出现类似场景 专家就解读是因为这群麻雀 被附近农田的再生道吸引过来 在食物欠缺的情况之下 他们才忍着寒冬群聚觅食 麻雀陈群结队 预备好一起飞上电线杆 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晚来的得自己找空位 多到数不清的麻雀井然有序 在电线上排排站形成独特画面 冬天边也有好多只正在觅食 好多的麻雀 对啊 飞起来是整片的这样子飞 很壮观 原来是春天才有的迹象 对啊 为什么在这沿海的冬季 会有这么多的麻雀呢 这里是宜兰五节乡的四节福德庙庞 二十六号出现数以百计的麻雀群聚 让居民好疑惑 正值寒冬春天还没来 对此专家解释 是附近农田长出的再生道 吸引麻雀群刺激果腹 第一期稻子收割了 他没有去帮他 说翻根 所以说留一个再生道 所以这家说起来 他也是很聪明 他发展这里可以偷吃 刚才留下来 可能要吃一个蜜食 来说保留体力 专家也说 由于近几年都市花造成农田面积 大幅缩水 加上日期稻座收根 寒冬已经很少见到 麻雀群聚的景象 这回他们忍着低温找食物 虽然叫个不停 但少见的奇观 还是让民众直呼难得 这里开眼报导